只属于我们的美 裴衡把陈小千都说哭了 陈小千就解释 自己今天的本意并不是想要欺辱韩硕 还向他道歉 说是自己错了 但是裴衡很吃惊 他居然还会道歉 陈小千对裴衡说 自己现在就去给韩硕道歉 正打算走 突然回过头 跟裴衡说 现在他和以前不一样了 别对他失望 裴衡回应好之后 他就走了 裴衡的下人说 只要提到退婚 陈小千就紧张难过 这么多年也没有见他服过软 现在居然为了他 愿意向韩硕道歉 看来陈小千是把他放在心上的 干脆别退婚了 裴衡笑了一下 却没有说什么 陈小千去找韩硕道歉 说白天是自己不对 让韩硕原谅他 韩硕不信他的道歉 陈小千就说白天他险些被搬了衣服 自己赔给他 于是就把自己外面的衣服脱了 韩硕急忙把头转到一边 陈小千问他够了吗 但是韩硕说这不一样 陈小千又想到白天韩硕被围观 于是就说自己去大街上走一圈 却被韩硕叫住了 韩硕把被子给他盖住 说他不知羞耻 突然他看见陈小千的手工纱 让他很吃惊 陈小千却说他大惊小怪 韩硕说他没有怀孕 陈小千就说 那是为了救他出来 才骗母亲的 之后陈小千就和韩硕 约法三章 人前听自己的 然后听他的 然后就出去了 陈小千被梦境吓醒 说自己坚决不能死 于是又去找那三个写画本的 让他们想办法救命 他们就让他抱大腿 但是陈小千又想了一个其他办法 韩硕收到密探消息 约在护城河见面 楚楚这边也接到了这个消息 晚上 芊芊在旁边围观 想在楚楚带人围剿时就韩硕 但是 楚楚他们并没有抓到韩硕 而芊芊却带着人冲了进去 紫竹说 陈小千就是通敌之人 陈小千解释了很久 才带着人走了 楚楚也相信他不是通敌之人 而是怀疑韩硕在陷害芊芊 陈小千走后 韩硕就出来了 看着他离开 回到府中 陈小千看到韩硕就直接去找他 说他让自己背锅 韩硕却反问道 自己遭人算计 是不是他的手笔 陈小千否认了 韩硕又几个问题逼问 陈小千都一一解释了 然后就带着紫瑞回去了 白鸡问韩硕能相信陈小千吗 韩硕说可以 这件事情涉及到了 陈房图和他们平时用的火器竹筒 所以不可能是陈小千这个草包 有可能是陈楚楚 白鸡疑惑陈小千为什么要救韩硕呢 韩硕笑着说 因为陈小千钟情于他 自己可以利用他得到龙骨 陈小千去学堂了 韩硕也跟着他去 陈小千想撮合韩硕和楚楚 但是没成功 陪衡第一堂课让他们论师 在灵气的刺激下 陈小千随便吐出的几个词 居然是通的 灵气不服 陈小千又说 最终还是陈小千赢了 回去后 灵气直接用苏木出气 因为平时陈小千对苏木好 当苏木把陈小千东西送回去之后 就被陈小千知道他挨了打 那 这些词 这些词